你回不来 医学就是这样的 各位家长 如果说你们在唐山 有一些亲戚朋友在医院工作 你问你问唐山各大医院的 大夫 护士 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们大多数毕业于哪 哪个省份的学校 你们合备一份 外省毕业的几乎很少 我不能说没有 但是很少 因为你学医涉及到未来的实习 更涉及到未来的考研 所以说的话 他考本省的学校 考本地的学校 他就业会有资源优势 所以说学医 不要只看学校排名 专业排名 就是地域 因为老百姓看病 医就是这样 对吧 你基本上你生病 现在哪看 现在本地看 对不对 哪有人排名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在这讲课 啪 晕倒了 不不不不 口吐白吗 杨丁峰饭了 你还在这查呢 杨丁峰哪个学校比较好 我死人了 你不赶紧给我送医院 还在这查哪个学校比较好呢 对不对 你要不是那种要死人的病 基本上大家本地都能看 对不对 本地看不了 你看他就外地看 所以说的话 你说这个所谓的专业排名 有什么意义呢 在医学领域里边 没有什么意义 能明白的 所以说你在哪上学 基本上在哪里就业 医学老老实实 你想干哪里就业 你就给他报哪个学校 知道吧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 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 张雪峰老师 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哦